日本冷气品牌力挺国际体育赛事 在6号到8号期间 在桃园东方球场举办了女子高尔夫球精英赛 秉持着工艺精神 要把门票的收入总额全数捐给工艺团体 而今天最大亮点就是疫情趋缓下来了 海外的选手也强势回归 要一同来搅逐冠军宝座 东卫高尔夫球选手起居一堂为比赛做暖身 日本冷气品牌力挺国际体育赛事 于6号到8号举办女子高尔夫球精英赛 吸引上百位国内外豪手参与 累积世界积分 今年是疫病的規制改善 多数外国人选手参加 台湾的女子高尔夫球精英赛 都没有外国人选手竞争手竞争手 这一大会除了世界的台湾 除了世界的台湾 也除了这些素晴的活动 过去两年因为疫情关系只有国内选手才能参加 今年最大亮点就是海外选手强势回归 赛况精彩可期 而去年夺冠的好手蔡佩颖 表示希望可以打破自己的记录 日本冷气品牌秉持公益精神将门票收入全数捐给公益团体 期派民众一起到场支持 为自己喜爱的选手加油打气 接着林杜强特兰报导 接着林杜强特兰报导